因自己无法生意 他便买通了一个病危孩子的父亲 把姐姐刚出生的孩子和病危的孩子掉了包 我的孩子呢 孩子出生没多久就腰折了 这以后啊 就是你的孩子了 五年后 他再次遇到当年带走姐姐孩子的男人 担心事情败露 于是跟随男人来到家中 五年前我不是告诉你 那你离开了吗 你怎么还在这儿 一进屋他就四处寻找姐姐的孩子 结果却被男人告知 自从妻子去世以后 他就将孩子送到了福利院 范云觉得他这样做太不地道了 那么小的孩子他怎么忍心送走 男人直接反过来嘲讽道 如果我没记错 这孩子应该是你老公和另外一个女生 就男你 你老公的亲生女儿 你都能把他扔了 我为什么就不能把一个 跟我一点血缘关系都没有的孩子给扔了呢 原来当年范云费尽心思拆散了姐姐穆颜和汉语 自己则如愿嫁给了汉语 可是穆颜在和汉语分手之前 就已经怀了他们的孩子 而不能生育的他 在看到穆颜顺利生下孩子后 心里极度的发狂 于是调包了姐姐的孩子 后来他因为不能生育收养了个女孩 他用女儿成功拴住了汉语的心 然而偷来的幸福总是要还回去的 这天他的女儿逗逗在放学的路上 看到路边卖的鸡蛋糕很好吃 而摆摊的人正是抱走孩子的男人 男人觉得小女孩手腕上的胎记很眼熟 这时范云赶了过来 男人得知她是小女孩的妈妈 心里似乎在琢磨着什么 男人急忙跑回家 翻找着当年自己抱走那个女孩的照片 发现女孩手腕上的胎记和范云女儿的一模一样 不禁产生了疑惑 男人瞬间明白了一切 怀疑范云的女儿就是自己当年抱走的女孩 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 他赶忙跑去福利院打听孩子的消息 可是院长却不肯透露当年收养孩子的人 在男人不停地追问下 院长只好答应他 可以尝试联系一下孩子的养父母 男人知道打电话也没用 范云肯定不会同意的 于是直接跑去豆豆的学校 看到豆豆后 立马上前说豆豆是自己的女儿 范云带着豆豆离开后 想着男人刚才说的话 还有当年在医院里 听到男人和妻子讨论孩子胎记的事 你看他手上 还有一个红色的胎记呢 像不像只蝴蝶 他不愿意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自己养了五年的女儿 怎么会是姐姐的孩子 你为什么会是人不颜的女儿 我叫你不要哭了 养了五年的女儿 竟然是丈夫的前妻所生 女人无法接受这一现实 于是把怒气全部发泄在女人身上 而今天的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 要不是五年前 他偷偷把丈夫和前妻所生的孩子 送给陌生男人 后来男人又把孩子送到了福利院 那他就不会阴差阳错的把孩子领养回家 而他自从知道豆豆是丈夫前妻穆颜的孩子 他一看到豆豆就浑身不自在 害怕自己现在拥有的一切 再次被穆颜抢回去 为什么你是任穆颜的女儿 为什么 为什么你是任穆颜的女儿 这不是我女儿吗 没想到 我的女儿竟然辗转到你手里的 范云因为豆豆的身世已经够心烦了 没想到当年带走豆豆的男人 还在用这个秘密威胁他 让他拿点疯口费 要不然就把豆豆还给自己 让男人没想到的是 范云竟然直接让他把孩子带走 我今天是想好好跟你商量商量 你怎么孩子说不要就不要 当初你的孩子一甩手给我 今天你你你你你 我身上你你你 都是你 如果不是你的话 我怎么可能会把任穆颜的女儿 当成我的女儿养了这么多年 你放开 我告诉你 从今天开始你不是张豆豆 也不是我的孩子 范云把对穆颜的恨 全部强加在可怜的豆豆身上 于是扔下豆豆便离开了 回到家后 她悲痛交加地砸着房间里的东西 婆婆见她又开始发疯了 对她越发的嫌弃 这个女人又发什么神经呢 我也不知道 今天太太回来时脸色特别坦坦 我看豆豆她没带回来 就都问了几句 她就不狠狠地说 别给我多罢相识 汉宇闻讯赶来 从后妈口中得知豆豆没有回来 焦急地拍打房门 范云这才停止了发疯的行为 汉宇看到满无狼藉一脸的无奈 追问她豆豆去哪了 我把豆豆还给她的亲生父亲 你不是只在乎任穆颜 那我就认识 失去所有 汉宇并不知道豆豆是她和穆颜的孩子 以为范云为了和自己欧气 才会把他们从福利院收养的豆豆还了回去 气愤地想给她一巴掌 但最后还是忍住了 汉宇早已受够了这段没有爱的婚姻 于是向她提出了离婚 范云你听清楚了 我要和你离婚 你做梦 我要和你离婚 我这笨子都不会跟你离婚 疯了 你们全都疯了 这边豆豆在男人家里哭闹着要妈妈 男人拿她没有一点办法 范云在门外看着豆豆哭得那么伤心 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 也很舍不得豆豆 可以想到豆豆是穆颜的女儿 心中就生起了怨恨 不能回到 她是任穆颜的女儿 她是任穆颜的女儿 第二天范云心情低落地回到娘家 哭着把豆豆的身世告诉奶奶 奶奶听后一脸惊讶 觉得这也太荒唐了 询问她到底怎么回事 范云只好把自己当年做的事 向奶奶和盘托出 当年 我把任穆颜的女儿 送给一对姓正的夫妻 后来 她老婆死了 她就把孩子送到儿福院 然后 我们就把她领养回家了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奶奶虽然很痛心 但还是希望范云能把孩子接回来 如果没有了豆豆 那她和汉语的婚姻就彻底走到头了 听奶奶的话 去把豆豆接回来 否则你空有张太太的头衔 又有什么用呢 与此同时 豆豆趁男人睡着了 偷偷拿着男人的手机 给爸爸打去电话 救我爸爸 我老爸 快带我回家 快带我回家